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学习更多的依靠神 对我而言 依靠神 依靠自己 有时候是一种拉扯 但是专心依靠神 是我们极大的祝福 让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经文 当那日 在犹大帝人必唱这歌说 我们有坚固的城 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 为外锅 敞开城门 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 艰辛依赖你的 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 因为他倚靠你 你们当倚靠耶和华 直到永远 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 他是高处的 与高城一并败落 将城拆毁 拆平 直到尘埃 要被脚践踏 就是被困苦人的脚 和穷乏人的脚践踏 义人的道是正直的 你为正直的主 必修平义人的路 今天的经文也是在于 24到27章这一段 所谓的小启述当中的一部分 我们也不断地会读到当那日 就是指向未来的一个词句 在这边我们会发现 先知常常会为当时候的 百姓的现况 国家的现况 感到哀伤 但是当他一看见了远景 好像上帝让他看到将来会发生的事情 当那日会发生的状况的时候 他又有那种从神而来的 那种盼望 那种欢乐 所以有时候看起来有点矛盾 就是一方面又是哀伤的 但是一方面又是有盼望 有喜乐的 那这当中其实是存在一种张力 事实上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也是如此 有人这样形容说我们的日子 就好比在受难日的星期五跟复活节的主日之间的那个礼拜六 所以我们其实一直是活在的一种 好像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受难了 但是还在等候他复活的时刻 这中间的那种状况 所以我们的生命呢 也常常是处于这样的一种张力当中 那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 我们看到那个帮助我们能够持守下去 能够在这种的张力当中 我们依然等候 我们知道上帝已经为我们成就 但是也好像还没有完全实现 我们怎么样去得着 就是坚固的依赖神 所以在这边这一段经文里面 就提到说我们要坚心的来依赖神 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恩典 就像这里给我们看到一幅图像 那个上帝的救恩就像是一个坚固的城 神的救恩就像那个城 而我们能够带着信心 这边讲说第二节说 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 所以当我们有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 那我们是因信而被称义 因信而得到这个救恩 所以我们带着信心的这些人呢 就能够进到上帝的这个坚固的城里面 蒙保守 那当我们在这个神的保守当中 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仍然是要继续持守的来 依赖他 而不是好像安全了 没事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又靠自己的 又用自己的方法 又回到那个原来的习惯的那种方式里面 不是 我们仍然要坚心的依赖神 而他给我们的应许是 他要保守我们十分平安 这个十分平安的原意就是完全的平安 当然只有在主里面有完全的平安 这事实上是没有的 所以当我们越多的依靠他 他给我们的那个平安的保证 就是越稳固 越实在的 我们要一直依靠他直到永远 因为他是我们永久的磐石 正是因为他是我们那个永恒的磐石 那个永远不会动摇的 不管今天大风大雨来了 当我们扎根在那个永恒的磐石 永久的磐石上我们才能够永远的来得这样的平安 永远的在他的救恩当中有份 所以当然这意思不是说 我们要一直努力的去维持这个救恩 而是说我们要努力的倚靠他 好叫神的恩典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持续的成为我们的祝福 也持续的保守我们 盼望我们也都能够学到这么宝贵的功课 在下半段的经文里面 我们就也看到 在刚才我们说这个上帝的救恩 就好像一座坚固的成一样 在这一段后面的这一段经文里面 他提到另外一个对比 他也是用这个成来作为一个图像的比喻 这里说他使住高处的与高成一并败落 将成拆毁拆平直到尘埃 所以一座是神救恩的成 但另外一座呢 这个高成是什么呢 我想就是人的那个自我中心 敌对上帝悖逆的 或者是说这个与神的心意背道而驰的 那个意识形态 在圣经里面呢 常常用 特别是以赛亚书里面也多次就是用巴比伦 或者说巴比伦成来作为一个代表 所以当人自己以自我的中心 自我的意识要去对抗上帝 要去背逆上帝的时候呢 那必然也是要面临审判 这里说这个高成是要败落的 成要被拆毁的 是要被拆平的 直到尘埃 这就让我们想到在前面的大概14章 还有21章两次针对巴比伦帝国的一个预言的时候呢 都提到因为他要把他要想要身为至高 他想要与神同等 所以他就被衰落到这个坑里面 所以人是这样 当人要自我中心到一个地步 好像建造巴比伦塔一样 想要达到神那里 想要与神同等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最危险的时刻 上帝要使这个高傲的呢 面临他的审判管教 就要被这个挤落到这个谷底到阴间 所以我们看到 在这个先知书里面 在启示录里面 我们都读到说 巴比伦城倾倒了 倾倒了 神是要使这个人所倚靠的 人自以为是的这个权势 都要完全倒塌 对于以色列百姓来说 也代表着那个强势的帝国 那个使他们被压制 甚至被掳被分散的 那个强权倾倒了 神的百姓呢 要重新的回到上帝的恩典当中 所以在这边讲到说 这个倾倒的神要被脚践踏 就是被困苦人的脚 和穷乏人的脚践踏 所以它是好像是一个翻转 这些困苦的穷乏的 他们过去是被压制的压榨的 现在呢翻转逆转了 他们能够来践踏这些骄傲自大的人 最后我们看到说 再一次回到那个 异人的道是正直的 上帝为异人预备的是 那个坚固的救人之城 但是异人要选择正直的道 因为神是正直的主 所以好像诗篇第一篇 第一节那边讲到说 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这个罪人的道路 不做泄满人的座位 所以当异人选择了 这个神的路 也被蒙保守 也必定能够进入到 那个救恩之城 当然这一切仍然是神的恩典 因为最后一句话说 上帝是为我们修平 异人的路 他是正直的主 他也为我们修平这条路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愿意回应神 走在这条正确的路上吗 上帝的恩典是 他要把我们的路修平 让我们跟随他 坚心依靠他 就得着十分的平安 我们来献上感恩 爱我们的主 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为我们预备的是永恒的救恩 因为你是我们永久的磐石 帮助我们坚心的依赖你 我们也深信 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持守 乃是你应许要为我们预备的 那就是永远不会动摇 永远不会改变的救恩 因为你已经把我们的路修平了 我们真的是为此 献上我们最深的感谢 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